當拖才是大佬 MUFFIN 你不可以這麼軟弱無難 外面的人會欺負你 會虐待你 MUFFIN 喂 過來 讓我保護你 實情就是這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香港越來越多喜歡虐待貓狗的變態 大家如果有看新聞就會知道 LayLay是被這兩夫妻劈了後腳的 而且是棄置了在村口 那麼殘忍的事情做出你是不是人 MUFFIN 牠們好殘忍 我頂不信 咬牠 虐待動物本身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已經是一種病 保住牠們生物 有食物鏈 你吃雞 鴨 豬 牛 我不怪你 但是為什麼無緣無故村口有隻貓 你要走去撞牠呢 難道這隻貓前世踩過你的老鼠尾 還是上一輩子貓在利波樹的樹根 我覺得是屎 其實可能牠們積積了很多的怨氣 這樣就不相信 那路過見到一隻 楚楚可憐又很可愛的小貓 Lily 屎 屎 屎 可能你會說 我會尊重人 就是動物 需要尊重的嗎 每天都吃九十幾條動物命 難道你一隻隻雞 一隻牛都會去拜拜牠 沒錯 作為雜食類的我們 殺動物 可能是正常 但就算我們吃動物的肉 也不代表我們不尊重生命 因為動物已經死了 但動物生齒齒 有痛楚 有知覺 有思想 你都要去虐待牠 你很可愛 不如 還要 羽!羽! 有些人虐待動物是因為貪汪 最常見有些人會用鷹頭捏動物 掌刮他們 拳打腳踢 這些新聞經常都看到 但為什麼我們是阻止不了呢? 是不是我們不夠團結呢? 還是動物真的那麼好欺負呢? 提一提大家 虐待動物或疏忽照顧動物 已經定罪可以罰20萬和3年 監禁3年是事小 人家那隻動物這一身就位在你的手上 你還吃得下嗎? 正所謂你想人家怎樣對你又怎樣對別人 如果這班這樣的變態佬是喜歡虐待動物的 認為是沒有東西的 OK!那我贊成虐待動物 不過是等他們死了之後 投胎做了動物之後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大家對虐待動物這件事是怎樣看 但我個人一定不贊成 動物是生命 我們也是生命 為什麼動物就要作賤一點 人類就要高尚一點 是不是因為我們是寧長的動物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 我們就可以虐待動物 見高敗見低踩 那我們跟野獸有什麼分別? 沒錯!世界上有很多虐待動物的事件 可能我們幫不了手 但我們也可以做一些事 1.如果你想養動物之前 你要想清楚 千萬不要為了貪玩或看到寵物和貓很過癮 就去賣 不然你又浪費了人命 不是!是貓命 2.如果你想省錢又想養動物的話 就去SPCA領養 還有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小人比較早 就是做義工 沒錯!是可能很辛苦 但如果你有跟動物相處過 你都會知道 跟動物玩是很開心的 因為你好像認識了朋友 你跟他聊天 他會認你的 你有什麼事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他們很乖的 會聽教訓話的 如果你是一個熱愛動物的人 你又可以承擔一個承諾 照顧動物的一生 不讓牠受傷的話 YEAH!你是最佳父母 最佳恩人 再生父母 再生恩人 最後這個piece 是被所有被虐待或受苦的小動物 因為人類 我們有責任說一聲 對不起 你以為我開玩笑